原冰岩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这两年出演了很多古装剧 也都收获了不错的反响 这次他将出演另一股偶剧《缺跃》 据悉《缺跃》的制作组 是和原冰岩之前参演的一部古装剧 将夜视同一个制作组 并且这部剧的评分高达4.7分 观众反应也很不错 真可谓是口碑收视双丰收 原冰岩在剧中饰演的墨珊珊很贴近原著 这让一众原著粉甚是欣慰 所以这次《缺跃》的拍摄 相信也会很贴近原著的 《缺跃》的女主角由原冰岩饰演 男主角由徐凯饰演 这两位都是新盛达青年演员中非常优秀的两位 都出演过收视率很不错的古装剧 例如原冰岩的琉璃 老九门等 徐凯的演习攻略等影视剧 现在古装界佼佼者们即将合体 相信他们二人这种高颜值组合肯定会吸引很多观众的 《缺跃》毫无意义也是一部改编IP的电视剧 它改编自网络小说《缺跃无童》 这部小说是武侠类型小说 整部作品围绕着男主在江湖上行侠仗义为主 与女主的感情故事为辅 徐凯将是要镜刻王天义 他在《行走江湖》的过程中与另外三位豪门子弟相识 一同行走江湖 行侠仗义 后来又与袁冰炎饰演的闭环相识 最后历经磨难 二人最终相守 徐凯在《缺跃》中饰演王天义 望天义出出茅庐 但是却想在江湖上行侠仗义 跨以江湖 但成为一名合格的江湖人的过程是很艰辛的 这个过程充满了磨难 他经历了亲友背叛 小人陷害等 最终坚守自我 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其实徐凯很适合这种少年角色 毕竟徐凯长相清秀 演技也不错 所以这个角色对他来说真的是非常合适了 袁冰炎这次饰演的闭环是一名贴身丫鬟 别看他是贴身丫鬟 但是心中有大爱 大义 从小就向往江湖 袁冰炎饰演过很多同类型的角色 所以说饰演闭环对他来说应该是信手捏来 他在《老九门》中也饰演过丫鬟 将女孩子的温柔可人和善解人意体现的淋漓尽致 同时他精湛的表演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你对缺悦的主要阵容满意吗 快来发表你的看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rest